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几天我院子的月季开始进入圣花期了 那么迫不及待的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呢,我想特别的跟大家隆重的去推荐这一颗夏洛特夫人 她的表现实在是完美 如果说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么我可以给她到200分 因为她今年的表现是完全超出我的一个预期 有一些花友朋友们呢,知道我去年生了宝宝 那么我在22年底的时候发现怀孕 23年一整年都是在孕期,生娃,然后带宝宝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度过 那么自然整个过程对于花园的打理呢,肯定是欠缺的 在去年的冬天,我对她几乎是没有做什么保护 我只是在她的底部堆了一些牛羊粪 保护了一下她的根部的位置 对于她的枝条,我是完全没有做任何的包裹 并且今年开春的时候,四五月份我是回了趟国 那么在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开春小苗施肥的这个期间呢 我其实对她是完全没有试过任何的肥 等到我六月初回来的时候呢,她已经是满头的花苞了 夏洛特夫人是大卫奥斯汀老爷爷最喜欢的品种 先从她的这个外形颜值来看啊 她的花真的是巨美 她的花是那种金橘色 就好像是三文鱼色,然后又带了一些金色 显得非常的雍容大气 很富贵,很贵气的感觉 她的花瓣呢,外层是金黄色的 然后内层呢,是偏橘的 像这种刚刚初开没多久的 她的这个颜色的对比是相当的明显 从远看,她非常的有层次感 她的花瓣数不多 大概是三四十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花瓣数 她的直径也是相当的大 一朵花的直径差不多是有到十公分 应该是超过了十公分,像这一朵 大家可以看到她的层次感是非常的明显 好像是盛开的莲花一样 那么从外形上来看呢 喜欢这种金橘色系列的花友们呢 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那么从她的一个生长性来看呢 她的长势是非常旺盛的 而且她是多季节复花的一个品种 她的枝条,无论是多细的枝条 她都能长出花苞 像这种牙签苗 她的顶端也会有花苞 她其实是一个多头的品种 虽然这个花量已经很多了 但实际上如果在春天的 是非工作做得好的话 她的花量可能会更大 细心的话 我可能发现我的很多枝头是单朵花的 它其实是多头的一个品种 它是有能力开出一个枝头上 三四朵五六朵这样的一个花量的 所以其实它这个花量呢 是还可以翻倍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它是多么多么的能开花 在第一波花完了以后 大家去对它进行一个修剪 那么它很快会进行第二轮的复花 而且它第二轮复花的花量也不少 夏洛特复能其实它是一个 可藤可灌的一个品种 我在这里是因为我没有地方给它做 那个爬藤的品种来养护了 所以呢我就把它养成了一个灌木 但实际上它是有非常强的一个藤性的 而且它的枝条非常的柔软 非常的容易来做牵引 它是一个复花性非常好的品种 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呢 你把它当做一个灌木来养 它也是表现得非常好 我这一棵一共是养了有四个年头 今年第四年 它经历过三个冬天 第一个冬天呢 我是对它做了保护的 它从一棵很小的小苗 然后大概长到了春花的时候 大概有现在的一半这样的一个灌服 第二年的冬天 我没有对它做保护 也就是前年的冬天还稍微比较冷 它很多枝条被冻坏了 那么去年的冬天呢 我也是没有对它做枝条的保护 只是堆了牛羊粪在底部 但因为去年的冬天呢 老天爷也非常的给力 我们多伦多的冬天不算特别冷 春天也来的特别早 那么它之前保留的枝条全部都活了 比如说像这一根枝条 我就是保留到这个位置 结果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的这个侧枝全部都开花了 基本上 它所有长出来的侧枝都有花苞 它的分支性是相当相当的好 看它非常细的这个牙签苗 也是能够开出花的 看像这底部 牙签苗都能开出花 我现在觉得把它当作一棵灌木来养 的确是屈材了 如果有空间的花友们呢 非常强烈大家还是把它当作一棵藤本来养 因为跟其他的藤本来比 比如说龙沙宝石啊 弗洛伦蒂娜这些也是非常好的品种来比的话呢 它其实更胜一筹 因为它的花量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它的复花性也实在是太好了 它可以让你整个春季到秋季都不停的有花看 作为一棵藤本月季来讲的话呢 那么它的这个性价比啊 简直是太高了 如果想把它当作藤本来养 但是又想让它的灌符变得比较大的话呢 可以推荐大家采取我的方法 我就是在冬季修剪的时候 去保留它一些比较强劲的粗损 心损 然后不要把它剪得太矮 不像我们其他的灌木月季那样 剪到大概只有个二三十公分高 我不是那样做的 我是把它的主力枝条 基本上保留了有一米到一米二的这样的一个长度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一根很粗的枝条啊 举个例子 那么我是把它一直保留 然后呢 给它搭了一个这个小小的铁架 然后把这一个比较长的长笋呢 给它稍微做一下牵引 也就是说把它做一个半个藤本这样子吧 给它这样打横的牵引了一下 然后呢 牵引完之后过冬 那么春天来的时候呢 这一条打横的枝条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牙点 基本上是全部都有这个分支长出来 然后每个分支上面呢 那就是一串花 所以这样的话可以最大限度的去加大它的这样的一个花量 然后同时呢 它又不会占到很大的一个灌符 那么整体感觉呢 就会像是一个比较丰盛的这样的一个灌木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这样操作可以尽可能的让它的花量更多 对于一些较为细软枝条的月季品种呢 我们也可以采取这种方法 也就是将它稍微长点的枝条稍微横拉一下 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去年的冬天呢 比较温暖 那么这样子这些枝条就没有冻坏 如果我们是想把它当作一个这种 我称之为半藤本吧 当作半藤本或者是全藤本来养的话呢 这些枝条最好还是要进行一下保护 好 讲到这儿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我另外那一面墙的龙砂宝石 它们现在也是一个初放的状态 等它的花开的更美一点的时候呢 我会专门做一期视频来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养护我这一面龙砂墙的 那么在多伦多龙砂宝石也是可以安然的过冬的 讲完它的生长性 我们再来聊一下它的抗病性 夏洛特夫人的抗病能力是非常强的 很多花友呢会把夏洛特夫人和黄金庆典来进行比较 它们都是属于金色橘色系的月解 也都是属于可藤可灌的品种 但是对于黄金庆典来说 夏洛特夫人的抗病性是一流的 它在我的院子里就从来都没有生过病 不过我是把它种在一个潮南的地方 它基本上是全天都可以受到非常好的日照 我也从来没有给它打过药 去年的夏天加大的雨水是比较多的 但是它也没有得任何的病 没有黑斑 所以它是一颗非常让人省心 然后表现力有极强的一款月季品种 我可以认为它几乎没有缺点吧 如果说唯一有一个缺点 能够给它扣那么一分零点五分的话呢 那就是它的花朵呢 是不太耐这个雨林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下完雨以后 因为它的花非常的重嘛 非常的大 然后它会有一点点垂头的迹象 但不是很严重 没有黄金庆典严重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一碰它这个花瓣就散了 但是呢它对于耐晒的情况 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的 关键是一定要保持充足的浇水 在大太阳的时候一定要保证 它的水分是足够的 不能缺水 否则的话这个花瓣也是很容易卸掉的 在充足的水分的情况下呢 它的这个耐晒的情况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总体来说 夏洛特夫人极其的强壮 我在六月份回来之后呢 对它进行了一次页面的 零碎二清甲的喷尸 以及一次灌根的一个施肥 就是这么两次施肥 但其实我觉得这两次施肥的这个帮助 其实已经不是特别的大了 因为那个时候它的花苞都已经长出来了 所以呢我觉得真的 这棵夏洛特夫人 它的这个开花力 它的这个生长性 它的各方面的表现都是极佳的 真的是非常推荐花友们去种植这样的一个品种 我可以称之为它是我花园里面 最完美的一个品种了 后面的这一棵呢 是威吉伍德 那么等到它的花再开的多一点的时候呢 我也会对它做一个介绍 好了 我们本期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有呢 也欢迎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